当你得到一份远超预期的薪水的offer 是 为什么拿到一个超过预期的薪水的offer 是 心里会很忐忑 因为怕漏陷 薪水是工作应得的报酬 没有谁不愿意收到一份满意的薪水 可是世间一切都怕可是二字如果你收到 但是一份跟自己预期的薪水不符的offer 是 怎么办 多数情况下 offer中的薪水数目低于预期时 很多人会选择拒绝 那么问题来了 offer中的薪水数目远高于预期时 你会不会欣喜的接受 上个星期 一个妹子忽然在微信上问我 我收到了一个超过我预期薪水的offer 该怎么办 我听了为她高兴 说 这不是挺好的吗 妹子今年24岁 毕业两年 在一家经纪公司工作 算是入行不久的新人 她平常服务的艺人 也是入行不久的新人 本来工作的还算不错 但前不久公司突然出现业务上的变动 一直有些动荡 妹子不大适应这种情况 决定换份工作 前两天 她忽然收到业内一个知名艺人工作室的面试通知 去了之后第二天 对方就发给了她一个offer 妹子的反应却出乎意料 她说 可对方给的薪水比我预期的高出了不少 钱多还不好 你担心什么 我问她 她说 我是觉得真的有点多了 超过了自己的能力 我一听 那个薪酬在执行经济的薪酬中 的确是比较高的级别 而这个妹子求的不过是经济助理的职位 妹子说 我最担心的是对方希望我做的事情我做不了 这样还拿那么高的工资 太丢人了 按妹子之前的工作情况 她在这行工作时间不长 服务的也是没什么名气的刚出道的艺人 虽然已经有些工作经验了 但除了负责少数项目外 大部分都是执行和流程方面的工作 如果让她做经济助理可能还好 但是做独当一面的执行经济 她心里就没底了 妹子说 那个公司应该是比较缺人 当他们发现妹子以前做过类似的事情后 就毫不犹豫地给她发了凹粉 但问题是 为什么我会这么没底 大部分人决定跳槽与否 薪水占了很大因素 我自己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在我的上一本书 《世上有课后悔》中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站在重要的十字路口 认真地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里面讲了我第一次跳槽的经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当时 我决定离开工作了11年的第一个单位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个新公司给我的薪水 几乎是我第一个单位的薪水的两倍 别说很多年前了 就算是现在 那个数字也依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现在想起来 当时我非常愉悦且自以为有把握地接受了那个offer 一点没有这个熟人妹子的忐忑心情 想来 一是因为自己已经不是处处茅庐了 可以hold住那个场面 而是工作到一定阶段 谁不希望自己的身价得以提升呢 但事实是半年以后 我就选择了和这个公司说再见 很尴尬吧 但真是事实 因为入职一个月后 我就发现自己要做的事情 完全不是自己喜欢的 那么 薪水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它是生活的来源 也有人说它是劳动应得的报酬 可是如果真要表达的贴切一心 薪水本质上是一种货币化的体现 这不仅仅体现在目前从事的劳动上 还体现在 一它是过去学识的货币化 二它是工作业绩的货币化 三它是未来契合度的货币化 每个人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因为全无经验 而这时候谈潜力尚早 所以雇主通常只能从学历 专业职能上做简单的衡量 这样一来 薪酬都不会太高 但是工作了三年后 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如果说第一份工作的薪水中 80%来自对学历 专业的衡量 那么工作三年后 你薪水中的这一部分的比例 就会大幅下降 可能会降到30%以下 而至少有一半的衡量因素 会落在第二点上 也就是你前一份工作的业绩上 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 工作经验的积累 这个比例还会不断提高 差不多到了30岁 工作业绩会成为 影响你薪水的大部分因素 但是这个因素此后还会发生变化 当你工作十多年以后 也就是到了35岁 影响你薪水的第三个因素 所谓的契合度开始不断上升 而第一个因素 则成了考量最少的部分 这个契合度包括兴趣 爱好 未来潜力等 在度过职场的最初阶段 不再简单的 以挣钱养活自己为目的而忙碌 是人会越来越多的考虑这个问题 我身上哪些抵风 值得别人负高心情 答案有些时候 甚至在你的自我感觉之外 也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 你才会发现 从最初几年难以想象的转行 跨专业到目前这个时候 这个转变不再是一种奢望 因为你的业绩足够好的话 经验和预判能力 会支撑着你不断前行 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我35岁开始转行 接连从事的都是毫无经验的新领域的工作 却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回头看看 学习让我有了前期积累 后来的工作业绩 让我获得了信心和力量 而学习 业绩和经验促使我在工作中形成了预判能力 包括风险意识 避险措施以及执行策略 这些都会帮助我 在未来契合度方面获得高分 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20多岁 几乎不可能被人所接受 那么 最关键的在哪里 就在于经验 所以超出预期的薪水 常常是为这部分经验和潜力所支付的 回到妹子的offer上 刚刚说的薪水货币化 其实还是站在求职者的角度讲的 因为妹子的工作内容相对比较简单 基础 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 所以她在换工作的时候 依然按照自己原来的工作提报了预期薪水 也正因为这样 当一份超过预期薪水的offer 摆在她面前时 她就会显得底气不足 那么我们换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这份薪水的确是给求职者的 但是谁付呢 是雇主 雇主的确会考虑求职者的情况 但是对于一个出钱的人来说 他首先会考虑的是这份工作的责任和要求 一 他需要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工作 二 这个工作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压力 三 这个压力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四 这个效果需要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 看吧 以上几点都跟工作本身有关 而跟你这个人没什么关系 这就是老板思维 实际上 在一个简单的招品当中 老板思维其实不会包括一下问题 一 这个人能不能干这个活 二 这个人能不能面对这个压力 三 这个人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 四 这个人能不能达到衡量标准 这四点是员工思维 恰恰不在老板考虑的范围之内 说的简单一点 老板思维是因港用人 员工思维是因人设港 两者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 只需要站在雇佣你的人的角度多考虑 自己如何把这份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这是当然不排除有运气成分 假如这个妹子找的是月薪五千块的工作 结果阴差阳错的 向一个月薪八千块的职位投了简历 然后面试通过了 对方给他发了凹粉 那应该怎么办 面对这种情况 我个人认为最简单也最合适的 处理方式就是 接受这个offer 不管这件事在不在运气范围之内 也不管对方是否真的期望很高 对方的评价都明显高于 妹子对自己职业水准 的评价可能别人看到了妹子的确经验 能力不足的现实 也可能是别人看到了妹子自身没有发现的潜力 几年前 我曾经接到一个体育公司的offer坦白讲 尽管我是个体育迷 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去体育公司工作 那个offer 你的工作内容 绝大部分我都没有做过 说实话当时心里特别没底 但是想来想去还是接受了 因为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常识的机会和全新的挑战 事实上 我度过了差不多两个月的过渡期 经历了从无到有地学策划 运营一个复杂赛事的过程 虽然跟之前的工作并不一样 但还是有相通的地方 那段时间压力大到难以想象 出差 熬夜都是家常便饭 但是后来项目成功了 又觉得特别满足 现在想想 如果是二十多岁的时候 接到这样一个超过自己预期薪水的offer 我多半也会忐忑吧 但实际上 只有迎着困难而上 你才会发现自己究竟是金刚钻还是烂草包 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个机会 人对自己的认知常常来自习惯 一旦打破常规 可能就会有之的飞跃 就算的确做不来 也会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 其实 决定你水平的并不是你的长处 而是你的短板 最后一个问题 也许你会问 如果入职之后发现的确做不了 会不会让老板失望 刚刚我已经说了 薪水当中有一部分本身就代表着老板对你的期望 也代表着你的未来潜力 如果你做不到 是你的问题 并不是老板的责任 如果是你的问题 被辞退的时候乖乖走人就是 不用哭天抹泪 替老板担心 但要不压迫自己一下 怎么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如果压迫自己还是没有用 那只能证明自己水平不够 那就继续学习 把那块短板补上来